嗨 大家好 我是郭文怡大文 我在瓦城怡君裡面飾演怡君的好朋友拍拍 當然有啦 我們常常都做一些就是很驚人的手工藝 譬如說我們之前就是想要一個很亮的板子 所以我們就一個一個就是把亮片這樣子定在牆上 然後大概花了四個小時 然後半夜在做這件事情 最熱情的事情就是有一天我們半夜就想說 好久沒有走路了 所以我們就半夜十二點的時候 在校門口集合 然後我們從 因為我是唸台藝大的 所以我們就從台藝一半 橋走到北藝貫渡 我們花了八個小時 終於完成了這件事情 因為腳其實走到差不多已經到石盤那邊的時候 就已經不服使用了 然後是另外一個同學 他就這樣把我這樣子躺著 然後我們就一步一步的就是 把我拖到關渡 所以其實到現在還是非常感謝他 沒有他 就是沒有今天就是這樣子回憶瘋狂的我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拍臉的虛劇 然後呢 就是可以跟那麼多就是很厲害的前輩合作 真的是很感激 然後在我們片場就是常常就是會 就是前輩就是我們在ray之前我們都會先講好說 我們等一下大概要套什麼走 就是很謝謝大家對我的指導 還有非常耐心地教導我 我小時候想要當一個作家 想要成為一些偵探故事的作家 但是後來發現 長大的時候發現 其實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就是平常寫一些散文就好了 來自行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特朗均 你就是我這次的回應 我就是不可能 要不想和自己走 下一次